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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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构就是个单自由度的结构 单自由度就是Single Degradable Freedom 没有阻尼的话 我们说它是Undampt 就是没有阻尼 强迫震动就是Force Vibration 自由震动就是Free Vibration 强迫震动就是Force Vibration 就是有外力驱动所引起的一个震动 然后再来是惯性力 惯性力的话就是Initial Force 然后回复力的话就是Restoring Force 那这个惯性力的话这跟结构的加速度有关系的 那回复力跟结构的位移有关系 然后再来外力的话就是External Force 那我们在今天所讲的那个强迫震动的反应 包括三种强迫震动 然后一个的话是Unit Step Force 就是单位部阶的外力 那单位部阶的外力之下的话 那么它就有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那我们叫它Unit Step Response 然后另外一种外力的话是Unit Impulse Force 那就是单位脉冲的外力 那在这个单位脉冲的外力之下的话 那我们就有单位脉冲的反应 那它的英文的话是Unit Impulse Response 然后再来外力的话有这个Sinosoidal Force 那就是说减斜的外力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减斜的外力是一个单位的大小 那么它就Unit Sinosoidal Force 然后它的反应的话就是Unit Sinosoidal Response 就是单位减斜的那个反应这样 好那我们就看看说这个结构的那个示意图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单周度的结构模拟成这样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的话就是有它的质量M 然后呢还有它的弹簧 那它的弹簧呢它的弹簧系数呢就是K 那这个K呢我们在结构上面呢也可以把它视为这个进度这样 然后这个结构呢受到一个外力 那它这个外力呢就叫FT这样 然后这个结构的那个位移呢我们叫它XT这样 好那我们把这个结构呢取一个自由体图 那如果说这个结构有个质量M 那我们把它看出是个Mass Block这样子 一个质量块这样子 然后它有个外力FT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结构的位移是往右的话 那我们这个回复力啊就是K乘上XT这样 那这个K呢就是进度了 那所谓进度的话就是要造成单位位移啊所需要的力量 那造成单位位移所需要的力量再乘上位移 那就是它的回复力这样 那我们就利用了这个牛顿的那个第二个定律 就是F等于MA这样 那说MA呢就是它的惯性力了这样 那说它的惯性力呢就会等于啊 它这个力量的和这样子 那力量的和呢这边是FT-KXT这样 那因为FT呢是正的 往正的方向往右 那它说它是正的 然后这个KX呢它是往左的 那说说它是有个负的那个KX这样 那说说MA等于F-KX 好那我们这个A呢就是加速度 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啊位移的二次为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MX double dot equal to F-KX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KX啊 从这个右边移到 从右边移到那个左边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MX double dot plus KX equal to F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的括号T呢 是强调说这个位移也好 加速度也好外力也好 它是时间的函数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的时候 这个单置五度结构的运动方程式 那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啊 这个力量的那个平衡的方程式这样 然后这个力量的话包括是冠性力 MX double dot 然后呢回复力 KX 然后外力呢是F这样 那这个质量也好M 这个K也好 这个进度K 那么它都是一个不随着时间变化这样 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是Constant coefficient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导数呢 最高的导数呢是second derivative 所以呢它是个second order 然后呢因为呢它这个除了这个变数X 还有变数的导数以外呢 还有一个函数呢它是时间函数 所以呢它是non-homogeneous 然后再来它是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因为呢它只有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 T 然后呢所有东西啊都是T的函数 所以呢它就是一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刚刚说过这个M跟K呢不随着时间变的 所谓的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所以这个方程式啊我们就是它叫它second order 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那这个在我们的工程数学里面的ode啊就说到了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单位布接的那个反应这样 那单位布接的反应我们的外力呢是这个单位布接的外力 那我们就先看看啊这个单位布接的函数是长什么样这样 那这个单位布接的函数呢如果它在时间零的时候呢 时间负的时候它是零的 那当时间正的时候呢它就是一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成说在时间零的时候呢 时间是负的时候呢这个函数是零 那时间是正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跳跃 那这个跳跃的幅度呢就是一个单位这样 所以呢它是单位 然后布接的话它就是夸了一个step 所以呢就是一个单位布接的那个函数这样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外力啊设为说它就是一个单位布接的外力这样 所以我们的ft呢就会等于ut这样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ut呢带进来 那我们就得到mx double dot plus kx equal to ft ft就是等于ut的 那如果说我们关心的话是t大于零 那因为t小于零的时候呢没有外力 那也就不是没有结构反应的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处理这样 那我们现在关心呢是时间大于零的时候 那再来的话我们有两个初始的条件 那一个初始条件的话就是x0等于零 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x0等于零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跟着的话我们要解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 那要解这个运动方程式 因为它是个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呢它的解呢是包含两个部分 然后呢一个是homogeneous solution 那就是它的其次解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个particular solution 就是它的那个特解这样 那我们先看那个零次解 就是homogeneous solution 那homogeneous solution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外力啊 这个把它设为0 那当这个外力设为0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个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样那所以说因为这个方程式里面啊 只有x跟x的导数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那我们把这个equation啊 这个整个equation的等式的左边跟右边啊 那我们就把它divide by m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x double dot 然后呢这边是k divided by m 那k divided by m呢 我们在上个单元说过 它就是等于omega zero square 然后x equal to zero 那我们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啊 我们在上个单元就已经说过啊 它是包含两个homogeneous solution 一个的话是cos omega zero t 另外一个的话是psi omega zero t 那我们把这个其中一个homogeneous solution 乘一个c1 然后另外一个homogeneous solution乘一个c2 那就是它合起来的话 就是一个homogeneous solution的那个通解这样 那这个的话在我们这个工程数学里面的ode 里面有说到这样 好那我们跟着的话是看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那因为我们particular solution 这个外力是个常数 那我们从这个工程数学里面的ode 就发现说我们这个解呢 可以用这个math of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来解这样 那就用带定系数法来解 所以我们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因为它是个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把它设为a 那待会呢就要把这个a解出来这样 那好xp呢是等于a 那这个xp dot就等于0了 那xp的double dot也等于0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xp呢 带到我们的运动方程式里面 那我们这个xp double dot也带到这个运动方程式里面 那当我们把这些运动方程式带进去的话 那因为我们知道xp就等于a xp的double dot等于0 所以呢我们就剩下一个equation 然后呢只有一个位置数a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a解出来 a呢是equal to 1 over k 1 divided by k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了homogeneous solution 那我们也有那个particular solution 那我们就把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跟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把它合并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general solution 那所说general solution 就会等于c1cosωt plusc2psωt plus1 divided by k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整个general solution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c1跟这个c2 就是我们这个constance of integration 就是我们的积分的常数 因为呢它是一个这个second derivative 所以呢它是个second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经过积分之后呢 就得到两个constance of coefficients 那跟着我们要把这个c1和c2找到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xt的最后的解 把它解出来 那这个c1跟这个c2呢 就利用两个conditions 一个是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另外一个呢是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我们就利用这两个conditions 这个把这个c1跟c2找到 那c1c2找到之后 我把它带进去 那我就可以得到xt的解了 好第一个来看的话我们说 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那我说是把0带进来这样 那cos0的话就是等于1 sine0的话就等于0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了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plus 1 over k equal to 0 那在这里的话唯一的位置数呢就是c1 那我们就把c1呢就找到 那equo to minus 1 divided by k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我们把0带进去sine0 equal to zero 把0带进去cos0 equal to 1 然后那我说我们就得到啊 这个c2 omega0 equal to zero 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解除c2啊就 equal to zero 当我们这个c1跟c2找到之后 我把这个c1带进来 c2带进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displacement的那个解了 那这个displacement的解呢就equo to 1 divided by k 1 minus cos0 这样 好那当我们得到这个解之后呢 那我们就看说这个解究竟是能不能够有一些image啊 在我们这个脑袋里面这样 然后第一个的话它有cos0 那我就知道说它的振动的频率就是omega0的 然后呢再来除了这个振动以外呢 它有一个constant的量 那就说这个振动啊并不是对着这个0点来做这个左右的那个振动这样 它是有个偏移量这样 那这个偏移量啊就使得说我们就不是针对这个这个about zero在做这个振动这样子 好那再来说我们要check一下说当这个时间0的时候我把时间0带进去 那时间0带进去呢我就是cos0就是1 1 minuscosOmega0t就等于0了这样 所以呢它是符合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equo to zero这个条件这样 好那有了这个位移之后呢 那我们当然了就可以得到它的速度也可以得到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下一个要看的话是单位脉冲的反应 那单位脉冲的反应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说这个单位脉冲的函数这样 那这个单位脉冲的函数的话 那就说如果t不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delta t都是等于0的 那就说t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delta t就会等于无限大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delta t integrate from zero minus to zero plus 然后with respect to t的话 那我们说是等于1这样子 那就说这个函数啊 它所为的面积啊 跟xs所为的面积 跟ts所为的面积啊 是等于一个单位这样 一个单位这样 但我们在这个边积分呢 我们发现说它是从0的负一点点积分到0的正一点点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积分的那个上下线啊 改成minus infinity到infinity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呢 它这个当t不等于0的时候 它是0的 所以呢我们的积分呢 是从0的负一点点到0的正一点点 还是从负的无限大到积分到0的正无限大 而它都是一样的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delta t呢 可以把它看是个力量的话 那我们知道说对力量的积分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个充量这样 所以呢 这个也叫单位的脉冲的函数这样 unit impulse function这样 好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外力啊 设定为这个单位的脉冲函数 那么我们把它带进来 那带进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mx double dot plus kx equal to ft ft呢 现在就等于delta t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有两个initial conditions 那就是说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我们看到这个运动方程的时候 我们感觉不好处理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delta t啊 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函数 因为它当t不等于0的时候它是0 但是问题当它t等于0的时候 它是个无限大 那我们知道说它积分之后 或说它所谓的面积呢 是一个单位这样 所以我们要看说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那我们的处理的方法的话 我们把这个方程式啊 先对时间再做积分这样 那我们先看这个等式的右边 那等式的右边呢就是delta t 那如果说我们的积分呢 的那个lower bound 跟upper bound啊 是从0的minus一点点 到0的正一点点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积分呢 就等于1了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kx对时间的积分这样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k呢 因为它不是时间的函数 它就可以提出来这样 那x对这个时间的那个积分的话 那这个时间呢是在0的负一点点 到0的正一点点 那这边呢我们要先看一下 在x等于0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就是initial displacement 它是等于0的那样子 那我们知道这个位积啊 我们不可能啊 这个我们时间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能够把一个位积啊 这个从一个地方 能够把它转移到另外很具体的那个地方 或说它们的间隔是有个具体的那个间隔这样 所以呢在当时间是0的时候 这个位积是0 那时间是负一点点的时候呢 它的位积不会变化太大的 所以它还是0这样 那时间0的正一点点的时候 因为它的位积是符合这个连续性 所以它也不会变化太大的 所以在这个区间里面啊 就是从时间0的负一点点 到0的正一点点 这个x的变化量很小很小 非常非常的微小 那因为那个x的变化量很小 那就是说它这个x呢 几乎就是相当于x0的时候这样 那当x0的时候就是它的initial displacement 这个时候位积也是0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积分呢就不见了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第一项啊 那第一项的话是mx double dot 对时间的那个积分这样 那因为这个m是它的那个质量 它是不随着时间变化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出 这个积分的外面这样 这个x double dot对时间的积分的话 就变成速度了 因为它是加速度 积分的时候就变成x double dot就是速度这样 那这边的话有这个x的0的负一点点 那我们知道在x double 0的时候它是速度是0的 那0的负一点点的话它还是0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外力这样 所以这个当这个x double dot在这个0的负一点点的时候 它还是保持是0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x double dot在0的正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不见得是0了 因为这段时间呢已经有外力施加在上面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呢是保持了x double dot是0的正一点点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得到一个方程式 就是m x double dot of 0的正一点点等于1 那就是说0的dob 0 x double 在0的正一点点的话 它equal to 1 divided by f 那就是说当它这个时间0的时候 速度确实是0 但是时间在0的正一点点的时候 因为它经过这个外力的那个施加了 它不再是0了 它是equal to 1 divided by m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运动方程式 重新整理这样 那如果我们关心的是 时间在0的正一点点以后的事情这样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m x double dot plus kx equal to 0 因为在时间这个0的正一点点的时候呢 这个delta function已经是个0了 就已经没有外力的 所以它是0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会看到说 原来我们是个non-homogeneous equation 现在呢我们会看到说 它是个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要解这个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的话 那相当于说它是一个free vibration 因为这个外力是等于0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两个那个初始的这个条件这样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初始的位移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位移呢是具有这个连续性的 所以说在时间0的时候它的位移是0 在时间0的正一点点的时候 它的位移还是0这样 所以这个xs0 plus它还是等于0这样 那再来看这个初始的那个速度了 那初始的速度的话 虽然说我们在x0的时候 它x.0的时候等于0 在时间0的时候速度是等于0 但是在时间0的正一点点的时候 它已经受到这个外力 这个脉冲的外力 单位脉冲的外力 所以呢它的速度不再是0 它的速度呢我们刚刚已经找到了 它是1 divided by m这样 那因为呢初始位移是等于0 初始速度不等于0 那我们这个按照上个单元说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解 上个单元的解的话就是xt t equal to x0 dot x0 dot就是它的initial condition 那这个initial condition呢 就是在时间0正一点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这样 divide by omega0 psi omega0t这样 那equal to 1 divided by m omega0 那就说我们把x0 dot 把它用这个x0的正一点点 x dot 0的正一点点把它带进去 那这个是等于1 divided by m 所以呢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个单位脉冲的位移的反应 xt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omega0 psi omega0t 那我们看看说这个结构的位移反应长什么样子 第一个我们看到说 它这个振动的频率呢就是结构的频率了 o omega0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它的幅度呢是个复定的幅度 就是1 divided by m omega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位移的反应呢它是 这个 绕着这个0点啊 就是它的vibration呢是above这个origin 这个0点啊在做这个震荡这样 然后它的震荡的频率呢就是omega0 然后它的震荡的幅度呢就是1 over m omega0 好那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跟单位脉冲的反应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说 单位部阶的函数 单位部阶的函数呢那就是说 时间是负的时候它是0 时间的正的时候它跳跃一步 就变成1这样 那单位脉冲的函数呢 就当时间不等于0的时候呢它是0 那当时间等于0呢它是无限大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面积啊 积分从0的负一点点 积分到0的正一点点的话 它是一个单位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单位部阶的函数啊 对时间的微分 那对时间的微分的话 因为时间是负的时候呢 这个单位部阶的函数是0 所以呢它就是0了 因为它是个constant 时间是正的时候呢 它也是0 因为它是个constant 微分之后是0 这个就符合这个单位脉冲的函数 当t不等于0的时候呢 它是个0这样 好当时间是0的时候 因为它是从0跳跃到这个1 所谓它的微分呢是个无限大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如果说我们把单位部阶的函数啊 经过微分的时候啊 它就变成是个单位的脉冲的函数这样 好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知道说 单位的部阶的外力 微分之后呢 它就变成个单位的脉冲的外力 那就是说我们的外力啊 两个外力有个微分的关系 那我们看说它这个反应 结构的反应啊 是不是也有一个微分的那个关系啊 好那我们刚刚呢 已经找到单位部阶的反应 那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我们就给它个名字 叫做XUT 那就等于1 divided by k 括号1 minus cos omega 0 t这样 那这个单位脉冲反应呢 那我们也给它个名字 叫做X delta t 那它就equal to 1 divided by m omega 0 side omega 0 t这样 好那跟着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XUT 然后对这个时间的微分 那我们经过微分之后呢 那它就等于omega 0 divided by k side omega 0 t这样 那因为这个 k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m omega 0 square 那我们 k 用m omega 0 square把它带进去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1 over m omega 0 side omega 0 t 我们这个回头看一下 这个原来就是我们的X delta t的 我们跟这个比较一下的话 这个就是X delta t加 那就是说 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微分之后呢 它就相当于单位脉冲的反应加 那总的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的外力 这个UT跟这个delta t 有一个微分的关系 那就是说我把UT微分之后呢 它就等于delta t 那么它的那个反应呢 也有一个微分的关系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XUT 对这个时间微分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得到X delta t这样 好 那我们就跟着进入这个第三个部分 这样 那我们讲完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也要讲了单位的脉冲的反应 那我们就进入单位减斜的反应这样 那这个单位减斜反应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的单位减斜的减数 就是说它是一个单一频率的震动 单一频率的外力 单一频率的减数 那么它就是Psi Omega t 而且它的正幅 它的幅度是一个单位这样 所以呢它是个减斜的减数 然后呢它的幅度是一个单位 所以它就是一个单位的减斜的减数这样 那么它就是Psi Omega t 然后呢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时间大于0这样 那如果时间小于0的时候 这个外力就是0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把外力FT 把它设定为 Equal to Psi Omega t 而且呢时间是大于0这样 好 那我们把这个外力啊 带进去我们的结构的运动方程式 那我们就得到Mx double dot plus Kx Equal to Psi Omega t这样 那我们首先考虑这个Omega 这个外力的那个频率啊 不等于Omega 0 不等于结构的频率 就说我们的外力的频率呢 不等于这个结构的频率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X0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然后X star 0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运动方程式了 我们知道说 它是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而且是second order的 然后呢再来的话 它是一个non-homogeneous的 那因为它是个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解就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的话就是homogeneous solution 一个的话就是particular solution 好 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先看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那homogeneous solution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forcing function 就是外力把它设为0 那收为0之后呢 这个就变成是个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它的解了 那我们把这个equation呢 divide by m 那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 Omega 0 X equal to 0 那这个解呢 我们在三个单元已经找到了 它就是C1cos Omega Zot 这样 那因为呢 这边的话 这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两阶的 所以呢 我们的积分常数呢 有两个 C1跟这个C2这样 好homogeneous solution找到了 跟着的话 我们要找particular solution 那我们来看这个外力 这个外力呢 是psi Omega T 所以它是个特定的函数这样 那我们从工程数学里面 就知道说 从这个特定函数啊 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就可以把它写成 Acos Omega T plus Bsine Omega T 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现在的话 就要把这个A跟B要找到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方法 叫做Method of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因为这两个coefficient 是还没找到的 所以是Undetermined 代定的 然后呢 说这个就是 代定系数法这样 那我们怎么去找这个A 这个coefficient A跟B呢 那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微分 我们就达到xp dot 再微分 我们就达到xp double dot 这样 那我们微分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xp 带进去x里面 xp double dot 我们带进去x double dot 这样 那我们带进去说 都得到一个方程式 那我们虽然得到一个方程式 那我们看说 每个方程式每一项啊 要么它就是个sine Omega T 要么它们是一个cos Omega T 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sine Omega T 跟这个cos Omega T 这两个函数啊 它们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它们是线性独立 这样 那因为这两个函数是线性独立 那怎么时候这个等式会成立呢 那就是说 它们这个有关cos Omega T 它的那个系数啊 要相等 左右两个式子要相等 那有关sine Omega T 它两个系数啊 左边那个系数 要等于右边这个系数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两个hom 那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连立的那个方程式 那我们从两个连立的方程式 那我们就可以解到a跟这个b这样 那我们第一个连立的方程式呢 应该是有关这个cos Omega T 左边的那个 那个coefficient 要等于右边的那个coefficient 那右边的coefficient 因为右边只有sine Omega T 所以这个cos Omega T 那个coefficient呢 就等于0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方程式 那第二个方程式呢 右边的那个sine Omega T 的那个coefficient呢 系数是等于1的 那左边呢 这个经过整理之后呢 它的coefficient 就是等于m 括号 Omega 0 square minus Omega square 括号 乘以b这样 那我们从这两个 这个连立的方程式啊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出a equal to 0 b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括号 Omega 0 square minus Omega square 括号这样 当我a找到 这个coefficient a找到 b找到 coefficient b找到 那我把a跟b带进去 那么我就可以得到 particular solution这样 那我到目前为止呢 我的particular solution找到了 我的homogeneous solution找到 那我这个把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跟homogeneous solution 把它合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general solution 这样 所以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 就长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看到说 这边的话有两个积分常数 c1跟c2这样 那我们两个积分常数呢 就需要用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这两个conditions啊 来解出来这样 好 那因为我们会用到initial velocity 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积呢 就把它尾分 那我们就得到速度了这样子 好 跟着的话我们就用initial displacement e equal to zero 那把时间0带进去 那cos0就等于1 c0就等于0这样 这个c0也等于0这样 这个c0也等于0这样 所以我们就得到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plus 0 e equal to 0 那最后呢 我就可以把c1找到 那c1呢就e equal to 0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initial velocity e equal to 0 那我把0带进去sine 0 e equal to 0 把0带进去cos0 e equal to 0 把0带进去cos0 e equal to 1 那我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方程式这样 那这个方程式 因为我们只能知道说c1 equal to 0 所以在这里呢 只有一个unknone 那这个unknone呢就是c2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2找到 那这个c2呢 e equal to minus omega divided bym omega0 括号 omega0 square minus omega2 再一个括号这样 那当我们这个c1找到 e equal to 0 c2也找到 那我把这个c1带进来 c2带进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结构的位移这样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构的位移这样 那这个结构的位移这样 那这个结构的位移呢 有一个 有一项呢 是psi omega 0t 所以呢 它是按照结构的那个振动频率啊 在做震荡的 那但是还有一项 还有一项呢 是psi omega t 那我们知道这个omega 就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说说啊 这个震荡呢 是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结构的这个振动频率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外力的频率这样 那说说这个结构的位移的反应啊 是包含两个频率 一个是结构自己的频率 本身的频率 然后一个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好 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幅度了 那我们看这个幅度的话 那两个幅度的那个分母啊 都有omega zero square minus omega square 两个的幅度都有 omega zero square minus omega square 那就是说 当这个外力的频率 omega 越来越接近omega zero 那就是说 他们两个差呢 就会越小 那他们两个差越小了 因为他们在分母的 所以呢 它的幅度就越大了 那就是说 当我们的外力的频率啊 越接近啊 这个结构的那个频率 那么 这个结构的位移的反应呢 就会越来越大 这样 好 那我们从这个位移的那个解 那因为它这个幅度啊 的那个分母啊 是有omega zero square minus omega square 那就是说 当结构的外力的那个频率 omega 越接近结构的这个既然正平 只要正平 omega zero 那就是说 这个分母就越来越小 那这个分数呢 除出来的话就越来越大 那就是说幅度越来越大 那就代表结构的反应啊 就会越来越大 这样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话 就是这个外力的那个频率 omega 不等于结构的那个频率 omega zero 那我们现在看的话 如果说我们现在外力的频率 omega 刚好等于omega zero 那再来我们给的那个初始条件呢 初始位移等于零 初始速度等于零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就mx double dot e plus kx equal to sine omega t 那这个omega呢 就是外力的频率 那外力的频率呢 刚好等于啊 结构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再来我们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x zero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x dot zero equal to zero 这样 那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呢 它的general solution 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homogeneous solution 另外一个是particular solution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那homogeneous solution呢 我们就把这个外力设为0 那我们就得到mx double dot plus kx equal to zero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方程式啊 全部除以m 那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 omega zero square x equal to zero 那这个解的话 就是得到是c1cos omega zot plus c2sine omega zot 那因为啊 它是个second order derivative 这边有个second order derivative 所以呢 它的解呢 有两个constant of integration 然后一个是c1 一个是c2 这样 那我们有了homogeneous solution 之后 那我们再看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这样 那因为这个omega 刚好等于omega zero 所以呢 它的那个particular solution呢 就不能够设为cos omega zot 跟psi omega zot 那如果它设为这个cos omega zot 跟psi omega zot 那就说啊 它这个跟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要一模一样 那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说它就是 就是啊 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它就是其中一个解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出 它的那个particular solution 这样 那我们按照工程数学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的话 因为这个omega 这个omega 等于这个omega zero 所以它的particular solution呢 要乘上个t 乘上个t 这样 好 那如果说你不按照这个方式 那我们在这个复录里面呢 也有一个方法 那我们用这个variation of parameter 我们也能够把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找到这样 好 那说说啊 我们也是用带定系数法 那我们把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把它设为啊 atcosomega zero t plusbtsinomega zero t 这样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xp 为分 我们得到xp dot 再为分 得到xp double dot 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xp 带进去x的地方 xp double dot 带进去x double dot 的地方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运动 建立一个方程式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方程式 然后这个方程式呢 有这个cosomega zero t 还有这个psiomega zero t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部分 那有了这两个部分呢 我们就说 因为这个cosomega zero t 跟这个psiomega zero t 他们两个是linearly independent functions 所以他们对应的函数要相等这样 所以因为左边的函数要等于右边的函数 那如果说我们先看这个psiomega zero t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方程式 左边的函数要等于右边的函数 左边的系数要等于右边的那个系数 那cosomega zero t呢 我们也是左边的那个系数 要等于右边的系数 那因为cosomega zero t 它的系数等于0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到0 那psiomega zero t 它的系数是等于1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1这样 那这边呢我们就有一个两个连立方程式 然后两个位数数 那我们就可以把a跟这个b找到 这个a呢 equal to minus 1 divided by 2m omega zero 那这个b呢就找到是等于0这样 当我a找到了b也找到了 那我把a带进来b带进来 那我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就可以找到这样 那我这个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呢 我particular solution找到了 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也找到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general solution 那这个general solution呢 我们就是把那个homogeneous solution 还有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把它合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general solution 那我们再看这个位移的那个反应里面的话 有两个积分常数 c1跟这个c2这样 那两个积分常数呢 我们就要靠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c1跟这个c2找到这样 那因为我们待会会用到initial velocity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displacement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结构的位移反应 为分 那我们就得到速度的反应这样 好那我们再把这个initial condition 这个x0 equal to zero 把它带进来这样 那我把0带进来 cos0 equal to one sine0 equal to zero 这个zero 这个t等于0 equal to zero 所以我们就得到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minus 0 equal to zero 所以我们就得到c1 equal to zero 所以我们就解出一个c1 那我们就解释了 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我们把0带进去 sine0 equal to zero cos0 equal to one 然后sine0 equal to zero 然后cos0 equal to one 所以我们得到是minus c1 omega0 times 0 omega0 times 0 plus c2 omega0 times 1 plus 0 minus 1 divided 2m omega0 equal to zero 那在这边呢 c1我们知道它成为0 c2呢 不知道 所以呢在这里呢 只有一个anode 只有一个位置数 所以呢我们就轻易找不到这个c2 所以这个c2呢 equal to one divided by two m omega0 square 这样 那当我们这个c1找到了 c2找到了 那我们把这个c1 c2带进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位置的解了 那位置的解呢 就是xt equal to one divided by two m omega0 square sine omega0t minus one over two m omega0 tcos omega0t这样 好那我们首先呢看看这个解 那我们有一些什么那样的感觉这样 第一个这边有个sine omega0t 也有个cos omega0t这样 那就说它只有一个单一频率在做震动 单一频率在做震动 那它的震动频率呢就是omega0 那这个omega0呢也是结构的震动频率 也是外列的震动频率 因为现在外列的震动频率呢跟结构的震动频率一模一样这样 那也因为外列的震动频率跟结构的震动频率一样 所以呢它的位置的反应呢就只有一个单一的频率 就是omega0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幅度 那这个sine omega2的那个幅度啊就是等于1 divided by 2m omega0 square 所以呢这个amptile啊是个constant 是个常数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cos omega0t 它的amptile是等于t divided by 2m omega0 所以我们在这边啊会看到一个t 那这个t是时间了这样 所以这个震幅呢 会随着时间啊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xt 因为它的震幅啊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 虽然说它的震动频率是omega0 但是它的震动的幅度啊会随着时间会增加的 而是是直线的那个上升这样 所以呢当这个实线是无限大的时候呢 结构的位移反应也是无限大 那就是说这个反应呢会是个发散的反应这样 好那我们来再看这个通解啊 这个结构位移的那个解这样 那这个位移的解的话我们看到说 因为其中有一项 这个cos omega0t 它的幅度呢是跟着时间啊增加而增加这样 那就是说当外地的频率 omega 是结构的自然振平 跟结构的自然振平一模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结构的反应会发散 所谓发散的话 就是说它的幅度啊会随着时间啊 而地增加 那所以说这个位移的反应呢 它的频率是omega0 但是它是震荡的发散这样 那就是说它是按照某个频率在做震荡 但是这个震荡的幅度呢会越来越大 越来大 那就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行为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就是共振的一个效应这样 好那我们刚刚呢是直接用ode啊 来解这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们现在尝试啊用不同的方法 用laplace transform 看说解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样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laplace transform的定义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是yt 经过laplace transform之后呢 就变成是大ys 那原来是t的函数 变成是s的函数这样 然后它的定义的话 如果yt的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就把yt乘上exponential minus st 然后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with respect to t 就是说对时间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是从0到无限大这样 好那因为我们待会会用到单位布阶的反应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先看看单位布阶的函数 那这个单位布阶的函数呢 那就是说t小于0的时候它等于0 t是正的时候它是1 那就是说当t是负的时候呢 它这个值是0的 当t是正的时候呢 它跳跃了一个布阶这样 那就是说在时间0的时候呢 它有个跳跃 然后这个跳跃的大小呢 是一个单位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小u啊 想要把它做这个laplace transform 那希望得到这个大的u这样 那我们就按照laplace transform的定义这样 那我就说laplace transform的定义啊 就是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u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这样 那因为我们现在积分呢 是对时间正的时候做积分这样 那当时间正的时候呢 这个ut就等于1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会变成了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exponential minus st dt这样 那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积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变成是x minus exponential minus st divided by s这样 那如果这个s是正的 那就是说exponential minus st 当这个t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等于0了 那说这项是消失掉这样 那当t是等于0的时候呢 那我们知道exponential 0的时候呢 那就是说它就是1了 那所以说我们等于minus minus 1 divided by s 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得到1 divided by s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整理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果 那就是说单位布阶函数的laplace transform啊 就等于1 divided by s 或者说1 over s这样 所以ut的laplace transform 就等于1 over s这样 那这个方程式我们待会会用到这样 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单位布阶的反应这样 那我们也是从这个运动方程式出发这样 那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全部除以m 那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 omega 0 x 然后equal to 1 divided by m ut这样 好那我们对这个方程式呢 这个每一项做这个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先看等式的ut 那ut的laplace transform 我们刚有说过了 ut的laplace transform就是1 divided by s 所以等式的右边呢 就会得到1 divided by ms这样 那x小x的laplace transform 我就得到一个大x了 x double dot小x double dot的laplace transform 我就得到x square x大x minus x小x0 minus x dot小x0这样 那因为我们的初始条件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所以接向不见了 我们的初始条件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接向也不见这样 那所以说这边就变成是个代数的方程式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原来是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唯一分方程式 那我们经过laplace transform之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代数方程式 那这个代数方程式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解到这个xs这样 那这个xs呢就equal to 1 divided by m 1 divided by s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这样 好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这样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解出这个xt的laplace transform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xt xt就是结构的位移 我们想要找结构的位移这样 那说说我们要把这个大x取这个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才会得到这个小x 那小x呢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位移的那个反应这样 好 因为呢这个要做这个大x 要做这个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一下子不容易做 因为我们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这个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长什么样这样 那说说我们就用plus of fraction 那我们就用部分分式 那就把它变成是个分式的一个组合这样 那经过这个plus of fraction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把它就得到1 divided by s 另外一项的话就是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这样 把它用这个分数这个部分分析表示之后呢 它的inverse transform就很容易找了 因为这个1 over s 我们知道啊它的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呢就是ut 那如果说我们只关心啊时间大于0的话 它就是1了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 那我们看这个这个式子的话 那我们知道说它的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就是cos omega 0 t这样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得到说这个大x 经过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之后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小x 小x就是它的位移的反应 就是equal to 1 divided by m omega 0 square times 1 minus cos omega 0 t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m omega 0 square 那我们知道这个m omega 0 square 因为我们知道m omega 0 square是等于k divided by m 那当这个是等于k divided by m m跟m消掉就剩下k的 所以我们这个x啊这个位移的反应啊 就是equal to 1 over k times 1 minus cos omega 0 t这样 那各位啊可以这个比较一下 刚刚我们用ode解出来的 那这个laplace transform解出来的 我们跟ode解出来的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说这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 有可能一个错 那有两个有可能两个都错这样 那如果比较出来两个都一模一样的话 那说因为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解出来的结果都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相当有信心啊 我们这个结果是对的了 好跟着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单位的脉冲反应这样 那一样我们是利用了这个laplace transform来处理这样 好那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啊 做一个laplace transform这样 那因为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啊 它是说这个t不等于0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等于0 那在t等于0这个函数是无限大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函数啊 对这个时间积分 那它是一个单位这样 好那我们把这个delta function 经过laplace transform呢 就是等于大的delta s 那我们就要按照laplace transform的定义 那我们就integrate delta from 0 to infinity delta t exponential minus st 对时间积分这样 那因为虽然说这个integration 是from 0 to infinity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delta t啊 只有在t等于0的时候 它是non-zero 所以我们的积分的上下线呢 就可以把它缩小为0的minus到0的plus 就是0的小一点点到0的正一点点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积分的这个上下线 那个范围啊 就可以把它缩小了 当我们经过缩小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啊 它是这个一个连续的函数 那这个连续函数呢 它就不会有个跳跃 那不会有个跳跃 因为这个时间的0的负一点 跟0的正一点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 那说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呢 几乎就是个常数了 那几乎这个常数呢 因为是个常数 所以它它跟时间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提到 这个积分的外面 然后呢 再来我们把它时间呢 设为0这样 那我们知道exponential0次方 那么这个就是等于1了 好 当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啊 把它提到这个积分的外面之后 那我们再看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是把一个delta function 积分 从0的负一点点 积分到0的正一点点这样 那我们按照这个unit impulse function的定义 我们知道说这个积分就是等于一个单位了 那exponential1 exponential0它是等于1 然后这个积分也等于1 1乘1 它就等于1这样 那就是说 经过lapache transform之后 这个大delta就等于1这样 所以我们就整理一下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delta function 或者说unit impulse function 经过lapache transform之后呢 它就等于1这样 好 那我们就看看说 它这个单位脉冲的反应这样 那单位脉冲反应呢 它的运动方程式做mx double dot plus kx equal to delta t 好 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啊 全部都除以m 那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 omega zero square x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delta t这样 好 跟着的话我们把这个微分方程式啊 做一个lapache transform 那我们先看这个等式的右边 这个delta t lapache transform 我们刚有讲过了 delta t我们刚有求到 它的lapache transform就等于1加 所以这个等式的右边呢 就等于1 divided by m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小x 小x的lapache transform之后呢 就得到一个大x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x double dot x double dot小x double dot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等于x square乘上大x minus x乘上小x of zero minus小x dot s zero 那我们知道x zero equal to zero 因为初始位移等于0 x dot zero equal to zero 所以我们把这两项啊 就可以消失掉这样 那把这两项消失掉呢 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大x 那我说说我就可以把这个大x找到 就equal to one over m times one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zero square这样 所以我们呢 这个原来是个微分方程式 经过lapache transform之后 它就变成这个代数方程式 那我们就可以解到大x这样 那当然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我们也要把这个大x啊 经过一个inverse lapache transform 得到一个小x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找到 它的位移的反应这样 那一样很可能我们一下子 很可能这个大x的不太容易找到 它的那个inverse lapache transform 长什么样这样 所以呢我们把它乘上omega zero 再divide by omega zero 那我们来这边看看呢 当我们用psi omega zero t 我们上个单元有讲过了 它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等于omega zero divide by s square plus omega zero square 所以我们这一看 一比较一下 哦原来这个inverse lapache transform呢 就等于psi omega zero t 所以我们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x小xt 那这个小xt呢 就等于1 divided by m omega zero psi omega zero t 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小xt 它就是啊这个单一频率 在叫震动 而且呢它的震动的幅度呢 是个长数 是个固定的震动幅度 那它的震动幅度呢 就是1 divided by m omega zero 那我们在这个这边啊 就是用lapache transform呢 我们就可以解到啊 单位脉冲的反应 那我们之前呢 有用ode解到单位脉冲的反应 那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个的结果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说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解出来的结果都一样 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呢 就相当有信心 它的净确性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跟着的话我们说 哎这个外力如果是个psi omega t 然后呢它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psi omega t 我们之前就有说过 它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等于omega divide by x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这个对这个运动方程式啊 做这个lapache transform这样 那在做lapache transform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运动方程式简化一点 那就是说我把整个运动方程式 就是divide by m 所以呢经过divide by m之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 omega zero square x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psi omega t这样 好那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式简化之后呢 跟着我就对这个运动方程式的 每一项每一个term 那我就做lapache transform 那我们先看右边接一下 这个psi omega t 那我们知道说它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是omega divided by x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个没有问题了 好这个小x 它的lapache transform就是大x 这个小x double dot 它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是x square x x square大x minus x 这个x是个小x 这个x是个小x 再 minus x star of zero 那因为x0 我们知道从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这个是等于0 x star 我们从这个initial velocity 这个是等于0 所以这两项呢 就会消失掉这样 所以在这边呢 唯一不知道的是大xs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xs 它的解找到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呢 整个程序就是说 我们先从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经过一个lapache transform之后呢 那我就得到一个algebra equation 这个algebra equation呢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大的x 大的x呢 我们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还要做这个inverse lapache transform 我才能够得到一个小的x 一样我们从这个大的x呢 我们很可能不太容易啊 马上啊 找到它的inverse lapache transform这样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 把它用这个partial fraction 就是说我们把它表示成分析的一个组合这样 那经过一个分析的组合呢 我们其中一项是omega zero divide by x square plus omega zero square 那我们从这一项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它的inverse lapache transform呢 就是psi omega zero t这样 另外一项啊是omega divide by x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我们这边一看的话 它的那个inverse lapache transform呢 就是psi omega t这样 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个xt 就是结构的那个位移的反应啊找到这样 一样我们看看这个结构的位移反应 它有psi omega zero t 有psi omega t 所以呢它不是个单一的频率在做震动的 它有两个频率 一个频率呢是结构的频率 Omega zero 另外一个频率呢就是外列的频率 Omega这样 所以它是一个两个频率的那个组合这样 好那目前呢我们已经用lapache transform啊 来解出这个位移的反应这样 那我们之前呢有用ode 来解出它的位移反应 那各位就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结果 那如果这两个结果长得一模一样 那就说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解出同样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正确性啊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 好跟着呢我们来看说如果这个外列的那个减斜的函数啊 psi omega t 这个Omega t啊这个不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反应这样 那这个反应啊就有包含两个频率 然后一个的话是结构计的本身的频率 一个的话是外列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跟着我们来看说如果这个外列的那个频率 Omega 刚好等于Omega zero 刚好等于Omega zero 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呢会看一下说 这个psi Omega zero t 它的Lapart transform 我们从上个单元我们已经知道说 它就等于Omega zero divide by x square plusOmega zero square 所以我们就直接可以对这个维分方程式啊 做一个Lapart transform这样 一样把这个运分 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啊先做简化 先把它全部divide by f 所以我们就得到x double plusOmega zero square x equal to one divided by m times大x minus s times x at zero minus x dot at zero 那因为我们的初始位移 初始速度都有点于0 所以这两项呢就不见了 这两项不见这样 那这两项不见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xs找到这样 那这个xs呢就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Omega zero divided by x square plusOmega zero square 然后再square这样子 好一样了我们从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经过Lapart transform之后 得到一个algebra equation algebra equation呢我们就很容易解到这个x 大x 那我们跟着要做了要把这个大x 做一个inverse Lapart transform 那我们的目的呢要把这个小x找到这样 那在做做inverse Lapart transform之前呢 我们要先探讨一些 它这个Lapart transform的一些 一些这个性质 那我们呢再做这个inverse Lapart transform 会比较容易这样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个Yt Yt我们叫这个小y 经过Lapart transform那就得到y了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Yt 前面乘上一个t 因为我们待会会用到这个性质这样 乘上一个t之后呢 发现说它就是大y 对这个x为分再加一个负号这样 那我们先证明一下这个方程式 证明一下这个性质 它是不是成立这样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Lapart transform的定义这样 那如果这个小y做Lapart transform 那我们就知道说integrate form Seal to infinity Y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那小y做Lapart transform之后呢 我就得到个大的y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大的y 对s为分 那对s为分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 这个小y是t的函数 对s为分不变 那这边呢只有一个exponential minus st 对s为分 那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minus 这个提到这个等式外面 那我们就得到的是 integrate from zero to infinity ty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东东 就是t乘上yt的Lapart transform 那就是说我把这个东东加个负号 它就是t乘上yt的Lapart transform 所以呢t乘上yt的Lapart transform 就等于我们把这个大的y 对s做为分 再加一个负号这样 再补上一个负号 那我们就得到t乘上yt的Lapart transform这样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看看说 如果说我们把cosOmega t乘上个t 要找它的Lapart transform 那事实上呢 我们就把cosOmega t 对于这个s为分 再乘上一个负号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cosOmega t 是等于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Omega square 这个东东我们对s为分 再加一个负号 就相当于tcosOmega t的Lapart transform这样 那我们经过维分之后 整理之后 那我们就得到啊 tcosOmega t的Lapart transform 就等于s square minusOmega square divide by s square plusOmega square 再来一个square这样 好有了这个条件事之后呢 有这个性质之后 有了这个方程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大x啊 做这个inverse Lapart transform这样 一样我们用这个部分分析 plusOflexion 就是我们把这个呢 就分成两项 一项是Omega zero divide by s square plusOmega zero square这样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我们从这个方式里面 这个性质里面啊 Lapart transform的公式里面啊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东东的inverse Lapart transform 就是等于sideOmega zero t 这个就是sideOmega zero t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二项 第二项呢 有这个s square minusOmega zero square divide by s square plusOmega zero square 再来一个s square这样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公式这样 原来它的inverse Lapart transform 就是tcosOmega zero t这样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个就是tcosOmega zero t 那就是说 这个的inverse Lapart transform 就等于tcosOmega zero t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xt了 然后这个xt呢 包含有两项 一项呢 是sideOmega zero t 另外一项呢 是cosOmega zero t 那因为两项啊 都是这个Omega zero的那个振动频率 所以加起来呢 它还是一个单一的频率这样 所以呢 它的振动呢 就是一个单一的频率的振动 原因的话就是 因为它的那个结构的振动频率 是Omega zero 外率的振动频率 Omega 也等于Omega zero 所以结构的反应呢 就像变成是个单一的频率的反应 它的频率呢 就是Omega zero这样 那我们再看看说 这个sideOmega zero t 它的幅度呢 是1 divided by 2mOmega zero 所以这个幅度呢 是个常数 所以它不会放大 也不会缩小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cosOmega zero t这样 然后它的幅度 它的amplitude 是t divided by 2mOmega zero 那就是说它的amplitude 它的幅度呢 会随着时间t 而这个线性的那个增加这样 那因为这个幅度啊 会随着这个时间增加 所以这个xt呢 它就会发散 那就是说 当t趋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xt这个位移的量啊 也趋向于 要个无限大的那个量这样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用这个lap transform 解到这个减斜的那个反应 单位减斜的反应 那同样的情况呢 我们之前有用ode来解这样 那各位也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一模一样呢 我们就相当有信心啊 我们这个结果是非常正确的这样 好我们这边有个例子 那我们用的结构呢 跟之前的结构是一样 它的m呢 是等于2000t 然后它的k呢 是等于m乘上2pi square 那它的单位呢 是kN per meter这样 78957kN per meter这样 那从这个m跟k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Omega0 那这个Omega0呢 就等于2pi radian per second这样 那有了Omega0 我们把Omega0 divided by 2pi 我们这个得到F0 F0就是1Hz 这个Omega0呢 我们叫它angular frequency 这个F0呢 我们就叫它frequence 那1Hz呢 是代表说一个cycle per second 那我们把这个F0啊 取它的那个导数啊 我们就得到T0 T0呢 是等于1秒 好那我们首先看这个单位布阶的反应 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布阶啊 把它是乘上2000倍 那乘上2000倍呢 我们就希望说它的反应呢 会比较具体 不会说非常非常小这样子 那说说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图的话 当时间是负的 这个力量是0 当时间是正的 这个力量不是0咯 它是个constant 它是2000个千尤噸这样 那说说它是个step function 所以在0的时候呢 它有个跳跃 有个step 那跳跃的话 所以我们叫它是step function这样 那给定了两个那个truth的条件 就是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那不管我们用ode来解也好 用这个lapart transform来解也好 那我们都可以找到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还有structural acceleration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它的频率呢 震动的频率都是2π的这样 那当然这个位移的频率呢 位移的震动呢 它不是对着0点来做震动这样 它是有个偏移量这样 然后它的单位呢 是meter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速度 那速度呢 它的那个频率也是omega zero 那就是2π radian per second 它的频率 然后它的单位呢 就是meter per second 然后它的幅度呢 是0.1592 meter per second 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 那加速度呢 它的震动的频率就是2π 然后它的幅度呢 是一个单位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位移的反应 然后呢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的反应 做图 对时间做图这样 那做图呢 是从0到5秒这样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反应之后 那我们就要感觉一下 这个反应 这个图 合不合理 正确性如何这样 那我们有几个部分可以看的 一个的话 看它initial value 就是说我们看它初始的值 这个初始位移是0 对不对的 初始速度是0 对不对的 然后呢 这个初始的加速度 是等于一个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对不对呀 所以第一个的话 看说它的initial value 包括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还有initial acceleration 第二个的话 看说它这个周期 震动的周期 是不是 这边看起来是1秒的 1秒的周期 那跟我们预期 是不是一样这样 还有这个震动的幅度 比如说这个displacement 它的震动的范围呢 是从0 大概震动到0.05 meter这样子 然后这样一个范围 对不对呢 然后这个velocity呢 它是vibration about zero 然后对着0点来做这个左右震动这样 或上下震动 或前后震动这样 然后呢 然后它的震动幅度呢 是从负的0.1几震动到0.1几 那这样一个幅度 对不对呢 然后我们再看experation 它的震动幅度呢 是从minus1到1 那这个震动幅度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判别 都合理的 那这样完我们的图啊 那准确性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讲完这个布阶的反应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讲这个脉冲的反应 这样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脉冲放大 那放大的原因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它的反应呢 是比较有一定的量 比较口观一点这样 不会说太小 那这个单位脉冲的图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上说 当t等于不等于0的时候 它都是0 不等于0 它都是0 当t等于0 它是个无限大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啊 对时间积分的时候 它是一个单位这样 那这个就是单位的脉冲函数 这样 好 给了这个初始位移 一个度0 初始的速度 initial velocity 一个度0 那我们不管是从ODE来解 从这个Lapache桓来解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那我们看这个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它的震动频率是 Omega 0 structural velocity 震动频率也是 Omega 0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震动频率也是 Omega 0 只不说这个 Omega 0呢 它是等于2π这样 然后这个幅度的话就是 位移的幅度是0.01592m 那速度的幅度呢 是0.1mps 然后呢 加速度的幅度呢 是0.6283mps2 好 跟着我们就做图了 做图一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 那我们几样东西要看一下 第一个 initial value 合不合理 initial displacement 诶 等于0 合不合理 initial velocity 大概等于0.1mps 合不合理 initial acceleration 等于0 合不合理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说它的周期 周期现在从图上面看起来 诶 一秒 是不是合理的这样 然后再来看那个震动的幅度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dispacement呢 震动的幅度呢 大概是从0.01级 负着震动到0.01级这样子 然后这个velocity呢 是震动呢 是震动呢 是从负的0.1mps 震动到0.1mps这样 然后加速度呢 大概是从0.0 负的0.6 震动到0.6 那这个震动幅度 是不是合理这样 所以我们三个东西要看 一个看的话 它的initial value 对不对 再来看哦 它的vibration period 对不对 再来看说它的vibration的范围 对不对 好 那跟着我们来看这个减斜的反应这样 那减斜反应呢 它我们把这个单位啊 把它放大2000倍这样 那时候说我们是2,000ps Pi Omega T 然后它的单位呢 是kN这样 那我们把它放大2000倍也是一样 我们就希望说啊 它的那个 那个震动的反应啊 比较具体一点 不会太小这样 那第一个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外力的那个震动频率 是等于Pi radian per second 那Pi radian per second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Omega除上2π 就代表是0.5hz 那0.5hz 那0.5hz 我们把它倒数之后呢 大概是2秒了这样子 好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ODE 或者说从Laplace transform 那我就可以得到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那我们看到说它有两个震动频率 一个震动频率呢 是2π 结构基本上的震动频率 一个震动频率呢是π gradian per second 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速度 也是有两个频率 一个是2π 一个是π 单位是radian per second 那我们再看加速度 也是一样有两个的那个频率 一个是2π 一个是π这样 那我们会看这个 这个结构的那个震动频率 那我们看到说啊 它的那个震动的幅度啊 会越来越大这样 然后呢这个 这个外力的那个震动频率呢 看它的幅度啊 这个从位移 从再到速度 再到加速度 也是会越来越大这样子 好 这个是最后的那个结果这样 那这边有几张图 第一个的话这个图呢 是这个外力的那个 外力的那个震动 外力的震动这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外力 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的话 那我们看到它的幅度呢 是在正负2000的 单位是kN的这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是2秒的 那就是说它的震动周期是2秒 震动频率是0.5hz这样 那我们再看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的反应 一样 我们先看到这个initial initial value initial displacement等于0 initial velocity等于0 initial acceleration等于0 那各位可以判断一下 这个是不是对的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加速的反应 应该上来讲的话 它应该有两个频率 一个频率是外力的频率 就是2pi radian per second 一个频率呢 一个频率是外力的频率 是pi radian per second 一个频率呢 是结构的那个频率 是2pi radian per second这样 那各位也可以判断一下 它这个 这个是不是包含这两个频率这样 然后再来它的那个震动的幅度 是不是合理这样子 就震动的范围啊 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啊之内 好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啊 把这个外力的那个频率啊 就改成是2pi这样 那外力的频率 改成2pi的话 那就说外力的频率 跟结构的频率 一模一样这样 那么就有个共振这样 那一样 我们的外力呢 把这个单位的外力 把它放大2000倍 它的单位呢 还是kN这样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我们从这个ODE也好 从这个Lapart transform也好 我们就可以找到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那我们来看这个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它这个频率呢 都是2pi 2pi这样 那但是我们会看到 它的幅度呢 是会是随着那个时间呢 而递增的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结构的那个速度啊 这边是结构的那个速度这样 而一样 它的那个频率呢 是2pi radian per second 它的幅度呢 是随着时间呢 线性的那个变化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它的频率呢 是2pi radian per second 没有问题 但是它这个幅度啊 这边各位会看到一个t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震动的幅度啊 会随着那个时间啊 这个地震的呀 那就是说它的反应会发散的呀 好 那我们这边呢 看到这个四张图 那第一张图呢 就是外力的图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外力啊 随着这个时间的那个变化这样 第一个看 哎 它是周期呢 是1秒 所以这个外力的周期是1秒 结构的震动周期也是1秒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共振的那个效应这样 再来 它的那个外力的那个幅度呢 是从负的2000到2000 单位是千有的这样 那跟着我们看这个结构的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那初始的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initial acceleration 都是你 那各位可以判断一下 合理不合理这样 再来 它的那个震动的周期呢 是这个1秒钟 那这个跟结构的震动周期 跟这个外力的震动周期 一模一样的这样 那应该是合理这样 然后再来这个幅度呢 线性的变化的 是个直线的那个地震的这样 那各位也可以判断一下 这样一个地震的方式 地震的量 地震的率 是不是个合理的那个方式这样 那再来我们就再改变这个结构的那个 外力的那个震动频率这样 那外力的频率呢 现在变成是3π radian per second这样 那3π radian per second 如果说我们除以2π呢 那就等于1.5hz了 1.5hz 那1.5hz呢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导数呢 那就变成是三分之二秒了 那就说它的周期呢 就是三分之二秒这样 那初始位移等于零 初始速度等于零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ode也好 从拿part transform也好 那我们就可以解除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这个是结构 然后structural acceleration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也好 velocity也好 acceleration也好 它的那个震动的频率呢 有2π 2π 2π这样 那说这个频率呢 就是结构基本的那个震动频率 这个是结构的 G的本身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我们再看到有3π 3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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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an per second 那这个就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就是说不管是结构的位移反应 速度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 基本上它是有两个频率在做震动的 然后一个的话是结构G本身的频率 一个的话是外力所附加的那个频率这样 好那我们这边呢 看到这个四张图 四个图 然后第一个图呢 就是外力的那个图这样 那这个外力的图的话 我们会看到 它一个周期 就是这个1.5秒 1.5秒 1.5秒 那1.5秒的话 那它的那个 对不起 一个周期呢 大概是三分之二秒 三分之二秒 一个周期就是三分之二秒 那跟我们预期一样 因为它的频率呢 是3π radian per second 那它的周期 它的频率呢 就是1.5hz 1.5hz的导速 那就是三分之二秒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周期就是三分之二秒这样 然后它的幅度呢 然后它的幅度呢 是介于 两个频率 然后呢 一个频率呢 就是结构计的频率 就是1hz 然后另外一个频率呢 就是外力的频率 就是1.5hz 那这边的话 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两个频率啊 在做这个震荡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那我们看说这个displacement的那个震动的范围 是介于-0.05到0.05个meter 这个合不合理这样 然后呢 velocity的那个频率范围 大概是介于-0.4到0.4个meter per second 那这个合不合理 acceleration的那个震动的频率范围 大概是-4到-4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这样子一个震动频率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这个震动频率这样 那我们这个课的话 会用到的参考文献呢 是包括结构学的课本 工程数学的课本 那还包括这个这个 这个霍兰率 几率的那个课本这样 再来是钢筋粉凝土学的课本 那因为我们之后会做设计 所以需要钢筋粉凝土学的字式这样 然后还有两本规范 那一本呢是建筑物的内政设计规范 一本呢是粉凝土结构的设计规范这样 那这两本规范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营键署啊 的网站啊免费下载 那还有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呢 就是粉凝土工程的那个设计规范这样的应用 那就是土木404100的那个上车跟这个下车这样 那我们刚刚呢这边有个附录 我们刚刚有说到说 我们要找这个特解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sine omega t 当我们外力的那个频率啊 是等于 Omega 0的时候 那就是说我们的外力的频率呢 相当于这个结构的那个频率这样 所以呢它的那个特解呢 就不能够直接用 A cos omega 0 t plus B sine omega 0 t 那因为呢 cos omega 0 t 跟sine omega 0 t 已经是那个homogeneous solution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是直接把它写成啊 设定为啊 A乘上cos omega 0 t plus B乘上sine omega 0 t 所以我们是解不出A跟B这样 那我们除了刚刚说 我们这个按照工程数学里面说 我们就要把这个cos omega 0 t 前面加个T sine omega 0 t加个T这样 那各位如果想好奇说 为什么是个T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variational parameters 参数变异法来找到这个Xp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Xp 把它设为U1cos omega 0 t plus U2sine omega 0 t 那这个U1呢 它不是个常数 它是个时间的函数 U2呢 它也是个时间的函数 所以这个U1跟U2啊 都是个时间的函数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Xp找到了 Xp我们设定好 那我们把它尾分了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Xp dot 再尾分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Xp double dot这样 那我把这个Xp dot 把Xp带进去X 把Xp double dot 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方程式 那我们从这个方程式里面呢 我们要解这个U1跟这个U2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工程数学里面有说明过这样 那各位有兴趣呢 就可以做一下看看 那看看说这个particle solution啊 是不是找出来 是不是它的那个形态啊 是不是真的是 atcosωzot plusbtsinωzot 一模一样这样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了解 对我们工程数学的了解 那就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到这边告一段落 好谢谢大家 拜拜 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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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lle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